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CKRK暗东,好久不见 今天呢,录一期视频和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近况 就这一个月为什么没有录视频呢 一方面是因为刚刚开学,事情比较多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作为一个up主 我经常纠结一些莫须有的问题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当这个世界在经历一些危机的时候 在很多人在这个努力的对抗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还应不应该,就觉得作为up主 做一些很娱乐性的节目,就总有一种不严肃 或者就是,就感觉不合时宜 我觉得就是,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后来想想,其实也并不是说因为有灾难 所以大家就要全部都停止娱乐活动 我们就整个生活变得无比的严肃 但是,我也能理解,我觉得作为 我觉得我为所有就是连续更新 然后尤其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连续更新给大家产出好作品的up主鼓掌 我觉得他们做好了他们的工作,是吧 他们在大家,比如说隔离在家不能出门的时候 给大家提供了娱乐,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反正我自己当时就总是处于一种 就是想干点什么,但是觉得不合时宜 就是这样的一种纠结 所以我就让这个世界默默地流淌过去了 然后这个视频呢,如果所说给大家汇报一下纽约的情况 就是,因为有很多,不管是观众也好 主要是我的家人朋友啊,给我发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也给我转各种各样的新闻 就给大家先整体介绍一下 就各大已经,也不是各大 就纽约已经全市停课了 然后各大是大概从这星期是春假 从上个星期开始转网课 停了两天课之后转网课 就是说现在我们完全都是足复出户 网课的话,一部分老师是他就自己录了视频